各位优势焦点财经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陈上豪 Howard Chen 周五在美丽的矽谷 灰灰的天空 山火持续在烧的当中 持续跟大家来报道 世界焦点财经 主播我后面是黑莓 Blackberry的总部 所以我们就来谈谈 本周股市上下摆动的 今天周五重中之重 Nividia公告盈余 对了 Nividia公告盈余 跌掉近20% 哇 近40块钱 你可以看到这家公司 从上个月的最高 10月6号到现在为止 一个月跌掉了41% 哇 从最高287块钱到今天 下两季的前景仍然看不清楚 如同现在的天空 灰蒙蒙的 前景并不明朗 所以主播我今天就来谈谈Nividia 对于我们戏骨重中之重 前面的景况到底如何做一个观察 第一 Nividia公告盈余 不仅第三季没有达到预期 接下来的两季听清楚 而后的两季第四季第一季可能存货都非常的多 所以可以看得到CHIP的市场 即Apple Computer对于第四季整个的销售手机预警之外 AMD也是如此 可见得CHIP的市场在第一季明年甚至到第二季前景没有人敢打包票 第二个Nividia它的Gaming的CHIP Inventory也有两季 再讲一次Inventory Gaming的CHIP有两季之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到明年第一季以后 CHIP的市场特别在Gaming还是没有办法消化 第三在GPU整个的AI的CHIP Mining的市场 整个的Nividia一样前景也是inventory太多 进一步可能less profitable 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晶片的巨人 过去两年的榨纸机Nividia一样对前景两季并不看好 所以你跟我在整个的矽谷的工业电脑工业环境 我们心里要有准备 因为CHIP有一点在第四季第一季即将继续疲软 再加上Apple Computer手机第四季预警并不卖好 AMD也跟上 所以我们额后的一季到两季 整个是矽谷晶片有一点点疲软 你跟我布局一定要小心 智慧人的话语 我们知道的我们要感谢上帝存着感恩的心 继续的往前走 因为人是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 如果凭着眼见 你跟我都没办法往前走 愿上帝祝福这个国家也祝福矽谷的晶片电脑工业 进一步山火能够进一步求上帝怜悯受灾户快快平息 阿尔县陈少豪周五在Blackberry黑莓总公司 跟大家来报道世界焦点财经 我们下次见